全球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青春爱读书 我是谢泽青 影像深过文字的力量 从远古时期 就被我们来证明了 不过真正在摄影 有强大的影响力 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 那么当时他们发现 如果拿它来记录新闻影像 它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最著名的包括了 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所看到的这一组相片 叫做《最后一吻》 那么这些年轻的士兵 满怀的希望跟忐忑 踏上了欧洲的战场 有许多年轻人 后来都没有回来 那这些后面的这些光 就唯妙地捕捉到 这些年轻的爱女们 他们在车站里面 做最后的告别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艺术家们又透过影像 捕捉到了许多唯妙的表情 包括了战后婴儿潮 他们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 乐观昂扬的时代精神 不过影像真正能够改变世界吗 我们来看一张1993年的 这是普利兹当年的大奖 那么1993年的时候 在苏丹发生了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 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 她是要爬到难民营去 要接受帮助 在这个小女孩爬的过程里面 你看到后面有只兔鹰 虎视眈眈的都看着她 没有错 兔鹰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味了 这张照片让全世界 重新再来证视 非洲饥荒的问题 所以影像能够改变世界 能够改变人心 从这些系列里面都可以看到 那今天我们也要聊的 也是这些照片 到底能够怎么样来重新解读 我们所生长的土地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青春爱读书 看年轻人读什么书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影像的力量 还有文字的魅力 当然有请到了五所学校 来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一手一手来 请他们为大家来介绍 首先我们先欢迎的是 寿山高中 寿山校园美好 寿山学生乖巧 寿山师长超好 照片是什么 照片能让回忆闪耀零零波光 好 照片可以让我们的生命闪耀零零的波光 那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 台南池宗 智慧教养竞争力 福长安平好美丽 台南池宗有魅力 照片是什么 照片就是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 恒意高中 做人有品格 做事有品质 生活有品味 我们是 有品恒意人 照片是什么 照片就是 把美好的瞬间化为深贵的永恒 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 大安高宫 大风起起 安逸精毒 满腹精伦 大安高宫 照片是什么 照片就是 记忆的宝箱 啊 水啊 最后来欢迎第一次来参加录影的 中正高中 杨明山路相续巍巍 大气落成 大气中正人 我们是 中正高中 照片是什么 照片就是 生活 日记 历史 开麦啦 耶 我先问一下同学 你们喜欢拍照吗 喜欢 喜欢 那你都拍什么 天空 拍天空 那你喜欢怎么拍 有地上的东西吗 还是只有天上的 那你为什么喜欢拍天空 因为天空 那个云彩那个变化很特殊 我很喜欢拍那个 学校里面的风景 那你用什么东西拍 我都用手机 用手机是不是 为什么用手机 因为没有相机 没有相机 就是你没有相机 没有 那你上次用相机是什么时候 国中毕业旅行的时候 所以很久了 对 蛮久了 好 这影像呢 不仅仅是记录我们的生命跟生活 最主要还可以传达故事 来解读这片土地上 所发生的人事物 那么国际级的摄影师 范逸顺先生 他透过他的镜头跟文字 来述说一个 在台湾东海岸的传奇 这个传奇故事呢 感动了全世界的人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 宫东的教堂 想遇国际的摄影家 范逸顺受邀到欧洲拍摄建筑大师 科比义设计的拉图雷特修道院 回到台湾后 竟赫然发现在台东 也有一座媲美法国狼乡教堂的建筑 宫东的教堂 在寻访宫宫东教堂 新建历史的过程中 所衍生的人事物 让范逸顺撼动不已 于是他用擅长的摄影 和深情的文字 将这段发生在 1960年代的感人故事 记录下来 台东对我城乡外国一样的遥远 然而在东海岸服务的白冷会式 就是在身后 也大多不愿返回故里 而选择长眠在这一处 他们深爱的土地上 从白冷会式的身上 让我有机会 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 1959年天主教白冷会 在台第一任会长 习之平神父 为了让当时后山贫困的孩子 习得一技之长 不惜低声下气 四处募款 一手创建了宫东高宫 聘请国外专业技师来台任教 让宫东高宫训练出来的学生 还没毕业 就有企业抢着药 为台湾技职教育开礼先河 宫东的教堂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朴素的一间建筑物 因为它就彰显了 像西神父 它就是一个简单朴素 但是它愿意奉献它的一生 那宫东的教堂 它也是基本上你看它 好像就是静静地待在那里 但是你去观察它的时候 它就有很多的细节 那宫东的教育也是这样子 它就希望你在学木工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本能学习到某一个境界 然后你毕业了以后 你可以在职场上花费你的能力 翻开的时候 我发现这里面的每一字每句都感动我 尤其每一字每句都有里面的主角 牺牲父的身影 它体会到真的让孩子 可以有带着走的技术是最好的 那我心里的感触是21世纪的现在 我们的政府现在才开始重视技职教育 可是这些有先见知名的白伦科伟的会士 他们在60年代的时候 他们就有这样先见知名 这个是我要推荐这本书的理由 宫东校训上写着 宫巧已稳 夜经于情 这实实在在的做事态度 影响着每一位宫东的毕业生 而校园内这座朴实幽静的教堂 也成为安定学子骚动灵魂的精神寄托 我在面积不大的宫东教堂里 经见阳光 经由彩色玻璃 发出的现人的光彩 若没有光 宫东的教堂将只是个冰冷的水泥空间 生命也是如此 若能以不凡之心 经营每一个平凡的片刻 恰如采光 能使没有生命的物件 变得神采非凡 有形的是建筑 无形的是爱 范逸顺以独特的影像与文字 分享这一段令人动容的教育 与宗教的传奇 让我们重新感受 宫东教堂的温暖 也给予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 来我们一起欢迎范逸晋老师 好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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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看完这本书 让我觉得会会信价的地方是 会发现其实事实上有很多人 默默地在为我们付出 然后每次看完都觉得心暖暖的 而且会让我很想要 很希望自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就是透过宫东的教堂这本书 让我知道就是不只有台湾人 连来台的成教士都在为台湾人付出 就培养很多人才 然后为台湾争光 就是不因为这里是外国就怀有歧视的态度 是 然后就都很细心地照顾每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这一群神父修士修女 大老远地从异乡来到台湾 为本地人付出 为他们奉献 在这一年老甚至长眠于此 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生命和死亡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信仰 那么我觉得这些神父修士 他们是来自于瑞士 他们都是天主教徒 从天主教的信仰里面 我想任何的宗教信仰里面 都会去谈到一个生死的命题 就是你要如何生 然后你要怎么去过你的生命的人生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体制之中 在这样的熏陶之中 他们做了一个选择 那这份选择倒不是说 一选择就没事了 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考验 历经历了很多艰难 甚至于说他们所追求的 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财富 或民生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 我会觉得他不可思议 不过这样讲好了 你今天会觉得他不可思议 可是在小五老师这个年纪 我还是会觉得他选择是最好的 他内心里面会有一个 很充实的一个动力 尤其是那个利他的精神 去服务别人的那个精神 那我觉得今天宫东教堂这本书 我们探导的技职教育 也看到了信仰 那刚才好几位同学讲的心得都很深刻 那我希望提供给你一些新的灵感 就是你 就从现在开始 你或许也不需要别人教你 你继续慢慢去界定 你要追求的 你要成就的人生究竟是什么 你在书中提到林志柔修士 他的摄影虽然朴质却深刻人心 那你认为现在的报导虽然光鲜亮丽 但是却没有内涵 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有一次在一个所谓的网路时代里面 我们常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那你自然问到说他没有深度那些 我倒不敢这样讲他 因为我也没有真的很深处的接触到 那我们回头去讲林志柔修士 你觉得他的东西为什么那么深刻 我觉得这位老修士 大概60年代来到台湾之后 他就开始拿相机拍摄了 很多台湾的庶民百姓 跟日常生活的那些情景 我个人会觉得 从他的照片里面 可以感觉到一个事情 也许他自己都不明白 就是他很喜欢人 他很喜欢大自然 他连什么都拍了 比如说他有些照片还会拍什么 国光号掉进了水里面他也会去拍 牛车撞到了树他也会去拍 他对你们都充满了很多的好奇 所以他反而就是在这个好奇跟喜欢之中 他意外的为我们这一片土地留下了很多 你们都再也看不到的 不会再重复的那个景象 那很多照片你觉得他的肤浅 他可能有很多很商业性的企图 很魅俗的企图 所以他也许就不太能够感动你 我想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我讲的重点主要是 林修士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可爱 形式上那么简单 命题也那么简单 其他背后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那份 一个对生活 对环境 对人的那份热爱 为什么会注意到科室的建筑 那是因为受到哪个 实际上这种建筑 哪个方面的吸引吗 我没有什么特别注意到 我在写三丘上学道月那本书 已经讲到 我在1991年第一次去的时候 并不是很喜欢那座建筑 我不太喜欢这种冰冷的东西 不是当时跟我的成长环境 跟我的信仰背景有关系 因为柯比义是个无神论者 所以他所设计的那个教堂 不是我所熟悉的 那么后来就是真正的开始深入 他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他们邀请我当住院艺术家的时候 我才有真正的机会去跟这位伟大的建筑师 他所设计的建筑来对谈 那么我后来真的开始喜欢他 那是我用另类的一个角度 用我心灵 用我的摄影的照相机 重新去发现他 而不是说从一些熟成的那些 对他的了解来认识他 我个人来讲 我会鼓励你们大家 就是说你真的看到一个有名的 大师的作品 你不见得要喜欢上他 或不喜欢上他 就是说可以用自己的心灵来观照他 起码对我来讲是这样 我不会因为特别有名 我就对他特别的重视 他不特别有名 我就不看重他这样 那我个人的生命时光 我个人就觉得说 我是很主观的人 我会去把握到那些 令我引起感动的人事物 那我觉得这件事是一种因缘忌讳 从小伙哥的对谈里面 你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再怎么伟大的艺术家 毕卡索也好 范古也好 莫列也好 米克朗就好 到最后还是你跟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那别人跟你讲说他多伟大的时候 你自己要看看就做 他是很伟大的没有做 但是喜不喜欢 是看你啊 对不对 因为老师曾经在书上提到说 文化的传递往往来自于某些人无意的牵引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老师说 在现在这个被3C产品束缚的年代 我们要如何去建立一个像老师一样开阔的视野 叫你们现在不要再碰3C场景 不滑手机好像的确很难的一件事情 可是怎么讲呢 因为小五老师本身就是 以前是放牛班的 高中还被留级读了四年 所以我不知道带话你们 我是不太相信体制的人 因为我是很喜欢大自然这些山水的 那我也很喜欢一些人文的一些有关人的一些故事啦 历史真的我都很喜欢读 那么我个人会觉得这样好了 就是说怎么样的少接触3C产品并不是重点 而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再从这些享受大自然啦 或是享受一些人文的像读一些好书啦 听一首好音乐啦唱一首好歌 它带给你快乐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不太能够是吸引你或是绑住你 因为3C的东西都是很利己的 那我从小到大我是很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很喜欢就像我说的自然啦 这些其他的人文的艺术的东西啦 那我知道这个是3C产品很难去满足我的 我自然不会去碰它 所以我个人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 找到一些好的东西你自然会取代这个部分 你刚才从这个学生的问题里面讲到说照片 因为现在现在是网络的时代 大家都有手机 你看像刚才月琴讲说 他现在只用手机拍照不用相机拍照 那当然照片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就变一个个人化的问题了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一张美的影像 一张有力的影像 一张有深度的影像 它仍然是让我是说对现在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包括我的信仰 做了一番注释跟注解还有记录 我觉得它对我的价值 这点是很有价值 就像说我不写日记的人 可是我从我的影像中 我可以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 我在做什么 我当时的情感坐标又是什么 所以这个照片是可以说故事的 那当然就是一个摄影师 或是一个拍照的人 要怎么样让他的故事 透过影像来传达出去 我们也要来看看同学们 对影像解读的能力 所以我们一起看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经由小吴老师的分享 同学们了解了照片的价值 在于拍摄者的解释 现在我们就请小吴老师 挑出五张照片 看看同学们能否解读 小吴老师在拍摄中 所传达的心意吧 相片会说话 但是相片要怎么解读呢 现在我们请到五所学校的同学 来跟我分享一下 用他们自己的观点 来分享影像的故事 所以刚才你们都选好照片了吗 选好 选好是不是 感动的是 感动的是它开拓了我的视野 而感开的是 岁月留下过去那种温馨 欢乐的气氛已不复存在 中间的构图就像十字架一般 有着属灵的气氛 让我有个宁静的享受一切 这张照片是宫东教堂的水泥地板 它为什么会如此绚丽 是因为阳光照射过了彩色玻璃后 所呈现出来的 这幅照片也让我联想到了 最近课堂上东坡赤壁副理所说的 风雨月依然可以成为美丽的旋律 与优美的画面 而这也让我思考了 人生似乎是平凡的 但只要我们以不平凡的角度 看待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 似乎它也可以神采飞扬 好 谢谢 讲得这样 好 其实我跟小五哥一样也是天主教徒 所以我认为耶稣落小的身躯 被负责沉重的十字架 那个十字架就如同世人所犯下的 很深重的罪 然后耶稣如此心甘情愿地背负祂 是因为祂很爱我们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在现在的人们可能会遇到很多 例如经济压力 课业 与人际关系等许多不同的困扰 我觉得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 也可能象征着说 在界努力求生存的人们 对 这张图 它是在宫东教堂中的 其中一处的彩色玻璃 它描述是苦路的第七处 在第七处的时候 耶稣被十字架压倒了第二次 然后涂上耶稣的脸 显现出无助彷徨的表情 暖色系的红色 它就是耶稣对人们的救赎 而冷色系的蓝色 就是耶稣所受到的痛苦跟责难 修士们也是愿意离乡背井 来到台湾 帮助台湾许许多多 需要帮助的人们 我觉得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伟大 好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张照片 给我感觉是 这个人好像很饿一样 很饿 对 就是 他就是会有一种 没有力气的感觉 虚弱 对 就是很虚弱 就是常常像我们 因为遇到一些困难 在我们很努力地想要克服他 可是却有时候会力不从心 就会有这种 好像很努力 可是又做不到那种 好累的那种感觉 是 就双手一摊 什么都不管了 对 所以这是你的解答 非常简单很好 谢谢 谢谢 但是这些相片呢 其实都是小五哥选出来的 为什么你会挑剪这几张相片 想要跟我们传达什么呢 你们刚才的诠释跟注解 都让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你们看得很深刻 而且跟我当时所原始 所要拍摄的动机是大同小异 那么我们这样讲好了 就是你刚才注意到一些事情 你刚才比较加了一些浪漫的沧桑啊 过往 我觉得挺有趣的 那我就也鼓励你们大家 就是说你们在 要拍出一张好的照片呢 有深刻的感觉的照片 的确需要比较多一点时间的观察 然后你会看到光线的流动各方面 就会找到的那些很特殊的画面 那你刚才比喻的那个蓝跟红 我觉得都是很恰当的比喻 所以谢谢很好的诠释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虽然只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地板 但是在一个视觉里面 真的会呈现出一个宇宙 就像你刚才所讲的 事必复的里面的某些文字一样 所以很高兴你有这样的看法 好 那我们故意把它放在书里面 就是说尽量提供给读者 一些另类的思考跟观想的方式 这样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张来 其实小五老师当时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很喜欢这位彩色玻璃的设计师 他可以 因为就像我书中有写到 以前在那个天主教里面那个苦路 天主教的苦路是那个由十二世纪 方济各会他们所开始推展的一个 一个祈祷的方式 借着耶稣的受难过程 他把它分为十四处 把它当年上加尔克特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重新一处处地做一些默想 那我非常喜欢这一组的作品 就觉得我觉得他用非常现代的语法 来表达一个他心灵层次的一个苦路 所以一个十字架倒过来 把这个小人压得快喘不过气来那份感觉 可是他整个在整个的设计的 颜色的配置方面 用那么的现代那么漂亮 所以我自己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那边假装 我是那个基督在那边呐喊跟尖叫 所以你一个人在教堂里面这样做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没有人在那里吧 我们再看下一张 明明是一张同样一张上一张的画面的截取 可是不同的截取方式呢 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呈现 其实像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红 蓝 白 还有黑这样的主色体 可是我们又把耶稣的脸这样放大的时候 竟然有一个新的一个解读 我会把我自己放在那个立场中 我再去深入那张图 然后去实际上是说 很局部地去观察那个图 再给我的impact跟感受是什么 那这张图我是很喜欢 你看这个人真的是 像刚才这位大安高公众同学也讲的 一种被完全挫败的一种感觉 一种无助跟失望 那我们跳到下一张就更清楚了 两手一弹对不对 好像真的就无望了这种感觉 就是我自己在拍照就这样隔放去做一个整体中 我再做一个局部的诠释 那我也很高兴就是说 我的摄影既然能够也被你们大家看懂 你可以诠释得很精彩 所以谢谢给你们大家自己一个鼓励 对小五哥这样讲应该很开心了 不过这也是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解读相片的能力 如果拍得好的相片 其实它是具有力量的 所以刚才问一下小五哥 怎么样让影像具有能量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谈 一个是形式的问题 摄影的形式就是靠光影来呈现 所以要拍出一个生动的照片来讲 你可能先了解 我个人跟人家讲都说 你要掌握到光跟影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美丽的摄影棚里面 如果没有光的话 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在整个摄影的一个基本要素 就是你要掌握到光的特质 我希望你们大家对光很敏感 这个部分一定要有 这个是最基本的 然后再来谈到它的主题 再谈到它的构图 可是最基本要有一个光的概念 那现在来讲就是说 太厉害了 什么光的场合下 什么都拍得下来 我想很多人就直接掉入了那个主题里头去 甚至拍一些很浮光烈影的东西 那我们回到哲晴哥哥身上 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怎么样拍出有深度的照片 我觉得有深度的照片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有你的观点 跟你的诠释的方式 那那个观点是非常主观的 那诠释的能力 就在于说我刚才讲 光影跟构图的这种掌握 那么就像刚才 我记得有位朋友 像明晨你说的 你喜欢拍天空对不对 是不是 我也很喜欢拍天空 我想你有这份喜欢之后 你会用一个独特的镜头或视野 慢慢去表达说 这份天空是不是你心里的天空 你只要把它正确地记录下来的时候 我想你可以慢慢去探索到说 它有没有呈现你心里的天空的那个视野 那那个深度就在于在后者那个部分 那那个部分是需要一些锻炼 需要一些训练 但是可以绝对做得出来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用文字跟影像记录故事的差别在哪里 我从以前开始拍照跟写作来讲 就有一个原则 我拍我写不出来的 我写我拍不出来的 那么我想这两本方面是独立的 因为摄影视觉有一种视觉的语言 那文字那是更没有话讲 那当然摄影跟文字在创作上一个很大的差别 摄影一定不是无中生有的东西 它一定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咔嚓按下快门 它一定是一个现在式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写实的 但它的写实之中 你也可以把它借的一些技法变成写意的 把它的时空拉大 可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界面 是你当下的现实的一个记录 所以它有一个被时间被压缩在那里的一个 一个当下的一个这方面的宿命 可是这个宿命并不是代表它是有限的 那写作倒是不是 你写作你动不动可以一句话跳到十年前 跳到一百年前 你的心情可以坐落到十年 坐落到现在 坐到未来 甚至说在整个叙事技巧的方式来讲 它是可以不连贯的 可是只要你能够把握 就是说有些东西是适合用写作的 有些题材适合用摄影 那我个人会觉得我很荣幸 就是说我还能够把这二者融合的还蛮好的 还能够各自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跟各自找到它抒发的乐趣 就像说我去玩耍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带招航机 我会尽量去玩 可是我拍照的时候 我也不会去想去写很多东西 我们常常会想要把就是一些很开心的时光 然后用招航机记录下来 那老师也拍出很多很美丽的 就是看会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的照片 那想起老师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摄影 或者是不好的回忆 这好像很少 好像没有 因为我个人拍照都是已经很有兴趣的 那我如果碰到挫折那些 我都应该要自己来解决 那如果所谓的不好的回忆 只是说工作不顺吧 比如说你要去拍个我要去拍个未来海岸 正好就好死不死碰到它下雨 就很烦 可是不好的回忆倒没有 因为只要拿起照航机来 要开始拍照 都很兴奋 尤其是现在来讲的数位摄影的话 它跟着什么样光的条件下 都可以工作了 你的照片里面通常都富含了故事性 或者是自己的价值观等等 那我请问一下 那你的照片是故事先产生 还是照片先产生 谢谢你这个问题很过瘾 一定是照片先产生 我去拍照的时候 一定都是先把我自己丢出去的 可是我在拍的时候 我慢慢会有一个想法 或一个故事 会慢慢地形成 那它故事最后真的能够形成 反而是很多大量的图片 在拍完之后 在我编辑的时候 它的故事性会出来 可是就以单张的画面来讲 它有它的故事性 其实它的整体故事性 可能是最后我整个编辑出来 一个body 一个整个body of work 一个呈现 那如果说 以一个单张照片的故事性来讲 它的构成条件 依然是光影 很多很多的东西 使它那一幅照片 让你看得肉眼看得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在那一刹那被拍出来 变得那么样的神采飞扬 为什么许多人都说 照片可以改变世界 我想这样好了 就是我讲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讲 这是在以前在美国 你知道AIDS AIDS 后天免疫系的毛病的时候 它当时在美国 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 他们都觉得把这种疾病 当作是一种天谴 可是很多摄影师 就像拍到这样的照片 这是一个家族里面 他的大儿子要死掉了 因为AIDS死掉 你看他瘦成这个样子 那这一组的报导摄影 就整个影响到很多美国 对观念的改变 他们会觉得是说 后来他们真正了解 他们不会用道德的眼光 来看这些人是 不管是不同系列 该遭天免疫情 不讲这个事情了 他们会真的看到一个父母亲 他们要死掉 他们自来的儿子 所以他们就是 也会慢慢会理解到 就是说 该谴责的是疾病 而不是这个人 所以整个在美国 也会改变他的法律 就投给AIDS 很多的研究的资源 所以那这也是靠摄影师 他能够真的用一个 很宽阔的人伦的观念 跟思维进去 但是就是说 他改变的世界 影响的世界是这样的 他影响了我们的观点 不过我们现在回到 就是宫东的教堂 因为宫东的教堂 这本书有很多人 一开始看的时候 不太了解 他到底想要讲的是什么 那就是在写书之前 跟成书之后 晓鸥哥你对书的看法 已经不一样了 是 他想传达的 前后也不一样了 我当初会做这本书 是在那之前 有一本 山丘上的修道院这个书 就是说 我在那个科比所设计的 拉兔雷特修道院 我去当那个住院艺术家 当了一段时间 那么我当时在 我在那边拍完照片之后 我这样写那本书 我遭遇到了瓶颈 可是当我回到台湾来的时候 最惊讶 最压抑的地方 是说在台湾的东海岸 白冷会是当年 所建立的 宫东高宫里面 有这么一座 建于同时期的 清水魔建筑 它是台湾战后 第二座现代建筑 而且是台湾很多 建筑学者 学子们去朝圣的地方 因为你在台湾很难 能看到一个 几乎新建于同时代的 一个清水魔建筑 所以我想这些 复杂的因素 促使我去想要 写一本书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对整个宫东高宫 他的技职教育 整个在整个台湾教育的 这样的一个摧毁之下 还有包括了当年 他的创办人 席职评审妇 和那么多 像你们刚才说的 敬仰的那些 海岸三脉的瑞士人 这些外籍传教士 那些精神 我个人觉得这是台湾 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缺乏的 那我个人比较说 你应该问到说 之前跟之后 我在做那本书之前的时候 我也有一次在那边 我好像也曾思考过 谁会去读这本书 我有这种怀疑 可是我的个性是这样 只要我真的开始做了 我做到三分之一 我就觉得有一个力量 在拉我往前 让我很多东西都不用担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之前之后 就是在我对大的郑震翰 就在一次说 我很高兴 就说他 他如我所愿的 我知道他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绝对没有料到 他会有如此 这般的影响力 龚东的教堂 给我们的启示 是如何透过文字跟影像 来关心自己的家 那究竟同学们 可以从这里面 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然后来透过影像 来找回来关心 关于我们自己家园的记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龚东的教堂 不仅是记录建筑物之美的摄影集 更希望让读者 重新认识台湾这片土地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同学们读过这本书后 是不是也能重新 关怀生活周遭 找回不闻人知的土地记忆呢 每一个人都跟自己的土地 有一份特别的情感跟回忆 当然呢 哲星跟笑哥也想知道 到底学生们是怎么样 来看待自己的土地跟家园 所以我们请到不同的同学 来跟我们分享 今天我要为大家来介绍的地点是 新北市的热森療养院 热森療养院成立于日治时期 是一所专门收容麻风病患的療养院 院民被隔离在这青山滤水之中 直到1994年 在交通部的强行介入下 将热森部分土地卖给捷运局 作为新庄县机场的用地 院民必须被迫迁移到附近的医疗大楼 长期被压抑的人权瞬间一触即发 结合了热森青年联盟 共同发起社会运动 但捷运局依然不顾走山危机 强行施工 身为一位高中生 在未来除了持续关心热森的情况外 我也会投入热森人权公园 还有长照中心相关的建制 热森养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它不仅仅是台湾的民众关心 那包括日本的那种世界遗产推进协会 以来台湾来看过 那他认为说它不仅仅是 它只是一个建筑而已 它整体代表的意义是台湾 在过去50年发展的一个近代的缩影 所以它到底讨论的价值是怎么样 其实还可以让大家来探讨 对我们来说台湾最有记忆的地方就是新庄老街 新庄是清代淡水河畔开发最早的山岗 也是当时人们贸易的地方 现在则以夜市的新风帽呈现给大众 老街上有将近10座的庙宇 在武圣庙与持幼宫之间约200公尺的街道 是百年美食与文化古迹的聚集地 然后首先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官圣帝君的庙 它是清朝乾隆25年也就是1760年代 由新庄著名的肯物胡卓游限定所建 在官圣帝君像的上方有万古金中四个字的匾额 这个匾额相传是当时清朝沈宝珍所提的 所以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对信仰的尊重及推崇 对我们来说记忆中的味道就是自日剧时代所创立的老顺香糕餅店 然后他们最有名的是咸光饼跟金牌凤梨酥 咸光饼上面之所以会有一个洞是因为相传古代士兵为了打仗方便 所以将饼串成一串带在身上 对我们来说新庄老街除了历史悠久之外 更是我们一起细细打闹的回忆 谢谢横毅中学的介绍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新庄老街 而且带来好色的咸光饼 刚刚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吃到的对不对 对啊就它味道很单纯 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对我最有记忆的地方上画 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 上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就其实在很早以前 上画这个地方其实很偏僻 然后也有很多原住民居住在这里 然后上画火车站以前 我的爷爷都会常常带我出去玩 然后也是靠着这个做一个枢纽 就我现在因为要通勤 所以也会就是有收集了一堆这种火车票 在猴车站旁边有个沈光文纪念碑 然后刚刚我有说到 上画其实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就是在于沈光文当时因为某些原因而来到上画 然后在这里也教原住民读书识字 然后让这个荒芜的土地变成一个善教之地 所以这个地方才会取名叫做上画 然后我刚刚有说到 上画火车站其实是连接一个大部分的地方 然后对我来说 然后它就是 其实是一个连接美食的地方 因为它有很多饵食的记忆 就我的爷爷常常会带我去喝冬瓜茶 冬瓜茶 对 它其实是一个真采实料 对 就它非常的好喝 对我只能这样讲 然后也对我来说是很有记忆的一杯冬瓜茶 其实上画糖厂是非常的有名 然后现在也是全台剩下唯一两座还有在开工之一 所以对我来讲火车站不只连接了我们的情感 然后更是变成一个非常具有深刻意义的地方 是 其实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独特的气味跟回忆 所以下次你们可以用不同的观点来看看自己生长的地方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北的宝藏岩 大家对于台北的印象可能就是都市的繁华 灯红酒绿的印象 然后其实在台北公馆附近有一个青山绿水很漂亮的地方 就是宝藏岩 宝藏岩位于公馆商圈附近 步行只要15分钟左右 在新电溪水岸旁的山丘上面 宝藏岩的景观从外面看起来就是一座很平凡的小镇 但是里面的山市起伏很明显 走进去会给人很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穿过这个寺庙就会进到宝藏岩的聚落 这个寺庙虽然看起来很小 然后但是你只要走过去 都会看到里面有很虔诚的村民在里面拜拜 而且当你走过去的时候 他们会跟你很热情地打招呼 这个是宝藏岩的一个装置艺术 叫做幸运笔干 说称cookies 你可以在上面站着或躺着或坐着 不管是用什么姿势都很舒服 然后最让我惊讶的是 在宝藏岩它除了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之外 你走在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 跟都市不一样的一片绿衣盎然 会让人感觉很舒适很放松 大家对于台北的印象 可能就真的就只是一般的都市的繁华高楼大厦 但是其实如果你到宝藏岩去逛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在宝藏岩有很特别的自然淳朴的风景 很漂亮很舒适 或许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太累了 压力很大的时候 可以考虑到宝藏岩一起来放松休息 看看里面的艺术作品 有一些房子有一些建筑盖得非常漂亮 可是它没有人的气味 我觉得宝藏岩它就有人的感觉 所以我相信你们也会喜欢那个地方 那我打个岔 月晴 那个地方整个进去绕绕一圈深度之旅 你觉得应该要花多少时间 我觉得其实一天逛的话会很不过瘾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逛这样子 好像这么久的时间 它其实很小 但是它其实还蛮大 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艺术作品 我觉得在那里逛上好几天也其实不会很累 谢谢 那你所来跟我们分享呢 我今天要分享我在台东 沿平湘桃园部落的志工之旅 就是在我们做志工的那段时间 正好是凤梨丰收的季节 因此到处都可以看到凤梨田 根据里长说 那个凤梨它们都是无毒的工法 所以削完的皮不要丢掉 可以拿来煮水 据说是夏天消暑很好的方法 我们六天午夜都是住在当地 一个叫做巴西告的教会里面 虽然那个教会比起工登的教堂 没有那么具有设计感 然后它的装潢也很朴素 但是它凸上白色油漆的混泥土墙 加上一排一排的木椅 其实也别有一种风味 我们在当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天乡阅读 所以我们从事了许多的阅读活动 还有做书架 就是它的动机就是 如果有小朋友在A点借书 下次到B点就可以还书 这是我们的初衷 台东野民乡桃圆部落 对我来说之所以那么重要 是因为我跟那边小朋友产生了感情 他们需要我的陪伴 而我只需要他们的天真 希望这份勇情能保持下去 同学们他们对 用照片来讲故事这件事情 还是停留 比较停留在这种一开始的 就是比较叙事型的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可以提供给他们的意见呢 我刚才对你们的那个讲解释放 presentation印象非常的深刻 你的新庄老街 对不起我常去辅仁大学 从还不知道新庄有老街 那么刚才是还有谁做的乐森 那这是你们做的嘛 那么我觉得也非常的感动 我知道这块地方 我们辅大也有神父群那边服务 但是你很深度的看到了 你所关心的那些事物 我发觉你们都非常不得了的 就是你们真的会很把你的心 除了课业之外 你去关心了很多社会上的命题 尤其是你生活的环境 有人对吃的这么平凡的东西 拿出来跟我分享 有人对喝的这一块拿出来跟我分享 上话离我以前台南老家也很近 我还不晓得说上话的地名是这样由来的 所以我非常佩服你们大家 能够在课与之外 真的去关心你的土地跟你的环境 而事实上我个人会觉得 因为在国外待久了之后 我一发感觉到我们自己环境的特殊 跟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如果在你们这个时代 我肯定会很快乐 因为在以前我们那个时代 我们老师并没有这么鼓励 我们去看 去了解自己生长的环境 去欣赏它 事实上我在前一阵子 在沈南里演讲的时候 我还特别跟那些学生们讲说 不管学校怎么教你的 但是你在台南这段就学时间 尽量去多交一些好朋友 去多吃一些好玩的东西 多逛一些名胜古迹 逛一些这些不见经状的这些小巷道 因为未来呢 它会是你最伟大的回忆的保障 跟你创作的灵感 那将来如果真的喜欢摄影的话 可能就不只是用手机 就拿一些专业的照相机来拍一拍 你比较容易掌握它的光跟影 那么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们今天的presentation 非常的成功 我要来了解一下 你们有没有问题想要问小五哥 可是为什么会选择要介绍 公东的教堂 而不是选择介绍其他的教堂 我想那个书中我写得很清楚 因为它是一个科比义式的一个建筑 然后还有在新建云1958年 就跟科比义在建造 介于狼乡教堂 跟拉杜雷特修道院之间 那我们有时候在抒发一些观点 抒发一些理念的时候 很难找到一个这么有趣的一个题目 那么公东教堂对我来讲 是一个借题发挥的一个题目 就回顾了一个我的人生观 我的思想 还有包括了说 这一个时代的记忆 所以我会选择这个教堂 而且它非常 我觉得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除了建筑屋之外 它人的故事非常的丰富 那我在第三章有写过 一栋建筑屋如果没有人的故事 仍然就只是一个建筑屋 所以因为这些因缘忌讳 所以我们有一本这样的书出来 是 小五哥你好 你好 你觉得要用什么方向去观察一个建筑 会是比较好的 这样讲好了好不好 我个人的经验是 我都很喜欢就用建筑要去欣赏它 去真的经验它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不是只靠你的眼睛 它需要你的身体 因为它是整个是建筑在一个空间里面的 除了眼睛看到它的比例各方面之外 你要真的是身体走进去 去享受它的那个空间 就像说在1991年 我第一次有机会到欧洲的时候 去参观罗浮宫的时候 罗浮宫那个整个广场下 有一个被遇名设计的一个金字塔 你从外观去看它实在是不怎么样 就是一个玻璃金字塔 但是等我一进去的时候 我一坐上那个垫幅梯 我马上知道它是大师 因为它以前那个入口处是正方形的 它有四个不同的入口进入不同的掌管 可是它那次把它设计上就是说 所有的入口集中在中央的金字塔底下 你只要一坐上那个垫幅梯 你一看到它像那个金字塔透进来的自然观 跟周围的这些比例跟空间的条件 马上知道它是一个大师 而且非常的佩服它 因为它里面充满了很多想象力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怎么样的欣赏角度呢 就是先用眼睛来看它的比例各方面 那你要喜欢它的话 你就在你要用你的身体去经验它 建筑的经验永远是这样子 就比如说公中的教堂也是 公中的教堂外观已经蛮有趣的 可是你顺着那个楼梯往上爬 最后到最后教堂门打开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本身那个在往上爬的经验 一直带到教堂里的经验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而且是一种充满了一种治疗效果的 一种很奇特的经验 也因为这些经验才能够说让一个作家 让一个摄影师像我这样的人 想去写它 想去拍它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先抛到学理上 对这个大师的认识 用你的心 用你的眼睛来感受它 是 那我们进来 进到最后一段来看一下 就是小五哥推荐书 我想今天推荐的几本书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是我在很多年前完成的一个 就是哲星开始认识我的时候 从我写的2014年出版的 《走进一座大教堂》 写的是欧洲哥德十三世纪的教堂的建筑 那这些都是十几年前 在欧洲初在拍的照片跟写的东西 在每一个章节之中 我都会有一个所谓的 那些人 那些事 就用我的观点 用我自己的自身的成长的文化背景 来跟西欧的这些有名的文化古迹 做一个对谈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 在知性上 感性上 还有在形式包装上 尤其是摄影方面 非常有意思 第二本书是这样 就是《山丘上的修道乐》 那这是我出版迄今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这一份的创作 它的视野跟它里面的内涵 它达到了一种 可以跟外人沟通的 普世沟通的一个桥梁 里面对艺术 对人生 对信仰有很多的探讨 那最后一本就介绍一本 是前几年初的 一个海岸山脉的瑞士人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 这是属于宫东教堂的前身 那我前半部写的就是 有三章来描写 海岸山脉的瑞士人 就是白冷慧那些传教士的故事 那么后面有一个八篇小故事 写的是我个人的心中历程 跟我的成长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会有灾有难 你们都不要害怕 认真的做 诚实的做你自己 都会找到出路 那我今天有一本书 忘了带来 我们现在会补 就是一本新书叫《台南》 那么我觉得台南那本书 算是一个 对我来讲算是一个另类 而且很 我现在是一个蛮成熟的一个创作 那么我在做那本书的时候 曾经被人家问到 就说这本书 会不会写台南 写得这么厚 280页 拍了300多张片子 会不会就是说台南 就被我给写完了 那我就跟你分享 我个人很开心的是说 那本书只是开始 还有很多可以去发现 去发掘的 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面 就除了有范逸顺老师 为我们介绍这三本书之外 也让我们看到了影像 跟文字的结合 它可以传达许多的意念 想法 它可以表达动人的故事 它甚至可以撼动全世界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 大家也有收获 也请全球的观众 下周再继续锁定 青春爱主书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很高兴的 在宫东的教堂这本书 带给同学很多的 对生命 对生活的另类的思考 那我的书只是一个 小小的一个小书 我希望今天来参加的同学们 更能够去关心自己的土地 成长的环境 然后有一天也接着书的形式 或其他类型的创作 来跟我们分享它对生活 对生命的事件